关怀在地的长者 新希望社区关怀协会 规划相当多元的课程 希望吸引长者多多走出家门 来到据点除了有动静态的活动 还能和其他的长者 或者是志工交流 可以有效延缓老化 预防失职 长者们开心地跟着老师 活动身体 这里是新希望社区关怀协会 每天都规划了不一样的课程 希望长者可以多多出来 参与各项活动 狮子有时候会好像一个 那个悬崖一样的这样子 突然间整个那个退化 整个掉下去 那如果它能够维持稳定的 在这种用药 然后再来做非药物治疗 它的退化能够就是帮它踩沙尘 我们通常会透过各种的课程 从例如唱歌啊 然后运动啊 然后怀旧啊 原意啊 日文啊 甚至我们还安排一个 素人一传记 这种录影课程啊 或者是舞台剧啊 我们透过各种 还有奇异 那这些都是对长者 透过不同的认知模式 不同的方法 都可以对长者的健康 能够有更好的帮助 避免他们退化 以动态的课程来说 就包括了有氧运动 或是肌耐力的训练 希望增加长者的活动量 也能达到预防退化的效果 这些活动的用意是要让老人家 可以这样子走出来 从家中走出来 达到生动脑洞活动的目的 那同时我们这个课程内容 有所谓的有氧的运动 还有肌耐力的运动 来帮助老人家可以在身体的肌肉 开始在流逝的过程当中 可以做到预防的动作 然后同时可以就是增加他们的肌肉能量 去支撑他们整个的身体 让他们预防老化 每天丰富多元的课程 不止长者参与得很开心 连志工也一起加入 这里就像是大家的另一个家 有动到 然后伸展筋骨 然后心理上也会比较舒缠一点 因为在家都没有在运动 来这边上课可以学到很多 老师都很认真的在教 就是不叫不会腰酸背痛 或者是哪里酸痛 来这边上课真的是蛮好的 我今天是来当志工跟运动 那我的感想是说 我如果在家没有走出来的话 就浑身不舒服 那我出来外面的话 我可以跟这些老人一起接触 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运动 也可以服务大家当志工的活动 随着平均休命越来越长 如何维持身心健康显得更为重要 协会鼓励长者透过多元的方式 除了活动身体和头脑 适当的人际互动 也有助于延缓退化 记者高新峰林锦宇 陆周采访报道